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刻带人搜区 只要发现有活口 全部带走 跟我来 这个杀人凶手 我要杀了你 以后你就住在这儿 过了这扇门 就是我的卧房 你既然跟了我 我就说说我的规矩吧 第一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的主人 对我要尊敬 不得顶撞 但凡我有需要 你必须随叫随到 第二 对我的命令 要无条件辅佐 不得反抗 第三 若是有人欺负你 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告诉你做什么 杀了 少爷 我是 我是少奶奶新来的丫鬟 少爷 你干嘛 这么迫不及待 是啊 迫不及待的要杀了你 我正说没地方找你 你倒是自己坐上轮 放开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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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阳萌 你要干什么 你要是敢乱来 我就死给你看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我告诉你 我是渡厅府的人 渡厅府 你得把我放回去 再来 再废话 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像你这样的厨儿 也根本不感兴趣 这狗吃的东西 怎么能放在桌上呢 总有一天 我能证明自己的身份 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 是啊 是啊 什么好的饭菜 咱不吃可就浪费了 给我吃 你这是怎么了 你是不是得了失魂症了 在我面前 你不用装主仆情深了吧 这不正如你所愿吗 我既然要了他 他就是我的人 二爷 这不太好吧 你看 我一个堂堂江城都君 跟你要个丫鬟 还需要看你的脸色是吗 娘 请替我告知方府上下 她是我方天忆的女人 从今日起 只允许我方天忆一人使唤 除了我 谁也不允许动她 今天下午 我跟老夫人说话 老夫人说 让我们下个月就成婚呢 虽然敢了点 但 的确 敢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现在不想结婚 更无心跟你结婚 亲是我娘定下的 可不是我定的了 整个江城都知道 我是你的未婚妻 你现在聚婚 你以为我还怎么用脸在江城待下去啊 我不是此刻才开始聚婚的 从一开始我就告诉你 我不同意 是你一意孤行 所以 咱们待下去 你自己考虑 不要脸的东西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你这个贱皮子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你凭什么打我 凭什么 老夫人心善留你一条狗命 谁知你竟如此下戚 冒充少奶奶不成 你还敢勾引毒君 我没有 这样不干净的人 卖到凤喜楼去吧 莉儿 起来 木蹄 以下犯伤 蛊惑毒君 还意图谋害毒君 今天 务必把他打死 绝了这个后患 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打死的拖出去 你 不是我 二爷回来了 你这一辈子都是我的人 现在是 将来也是 永远变成套出我的手掌心 对不起 是我来晚了 来啊 朝这儿看 不相干的人给我出去 二爷 你这是做什么 上回木蹄受伤的时候 我跟你说得很清楚 不要跟我耍心急 看来 我是说得不够清楚 我今天 才来提醒提醒你 若是木蹄少了半根头发 我就在你脸上拉上一抖 我看你到时候成了一个大滑马 还怎么嫁进我都军府做少男人 木蹄 你若是愿意的话 我去找祖母朔 让你过来做我的丫鬟 少爷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靠自己摆脱二爷的 雨泽 我等你半天了 原来你在这里绊住了 木蹄姑娘 你可是二爷的人 我们可惹不起 你最好离我们远远的 别再给我们找麻烦了 董小姐不找我的事 自然不会惹麻烦 你